都是比较基础的 讲一下pdf插图方法 我先打开一张图纸 随便开吧 好吧 随便开一张图纸啊 比如说这种 这种电路图啊 这是我开了一张广达代工的 它的第一页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个框图 那也不是说所有的 第一页都是框图 你比如说音乐达的 它第一页呢 是个封面 封皮 第二页呢 是个 讲一下pdf插图方法 我先打开一张图纸 随便开吧 好吧 随便开一张图纸啊 比如说这种 这种电路图啊 这是我开了一张广达代工的 它的第一页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个框图 那也不是说所有的第一页都是框图 你比如说音乐达的 它第一页呢 是个封面 封皮 第二页呢 是个目录 这个目录 也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有 你看这个广达的 它就没目录 它的 它这个是薄姆表 菜单表 这个好像是目录 这个是目录 这个是目录 难得啊 后面就是直接电路图了 怎么看多少细啊 这个后面 后面下 后面几节课会讲到啊 我看一下伪创的 伪创的第一页 它也是个封皮 一个封面 第二页是个框图 电压打的好像没框图吧 哦 也有框图 它的框图是这样的 很奇怪啊 是不是 说每一个厂家画图风格不一样 没有统一的 好吧 对 没有没有统一的啊 包括我们这种富士康的 富士康的图子 它也是 第一页就是这个目录吧 它这个也叫做目录 第几页是什么东西 这样子啊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框图 这个框图应该是从哪里抠下来的 因为比较模糊 好 其他厂家的我我就补一个个的去看了啊 下面是有华硕的等等 华硕的有框图也有目录这边是目录 菜单 啊 这边是它的框图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就是 你最好是装一个这种软件 这种看图软件 这个比较好啊 然后平时在学习过程中 遇到一些 比较新的架构 比较新的东西 你可以通过上面那个快照方式 可以把它截图 截下来 这个截图你这样看是很小的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大 放大 再剪切 放大剪切之后放哪里去呢 你可以创建一个文文档 一个文本 把它放到一个文本里面去 这样的话呢 就方便做笔记 装什么软件 就是我们现在这种看图的软件 叫pdf阅读器吧 不是你们那种 那种 不是那阿都比那种 你看我们截图截的就比较清晰 对不对 这个也可以也可以使劲放大看 对吧 放大了不会模糊 你再放大看 它也不会模糊 对不对 还可以缩小 啊 反正这种截图工具啊 啊 还有就是 打字 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边有个快 有个搜索工具 在这里可以搜信号 查信号 我们平时一般 要查信号 呃 要查东西 我们都在这里搜 比如说我要搜一个VCC VCC ST搜这个供电 我一搜就搜出来了 很快就收到VCC ST1.0V 对不对 这个快速搜索搜索搜索栏很好用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打字机 相当好 上面有个打字机 比如说这个是管家供电 系统什么什么管家供电 对不对 我可以打字 这个做备注相当方便 啊 对啊 装个这种软件吧 这有些 画框框啊 画什么东西啊 都比较方便 对不对 啊 做标记 啊 这边可以旋转 对吧 啊 我平时也用这个讲课 有画笔 啊 对 上面就是这个型号 你们你们注意哈 有心的人都会发现 pdf-xchange 这个什么 weber 这个软件啊 去下载 这个又不需要交费的 免费的软件 不收费的 啊 啊 啊 这个安装这个软件看图 这是我们新手要注意的啊 很方便 查信号干什么的都很方便 这个搜索栏可以关掉 关掉了这里打开 啊 然后 还可以看这个页面 比如说我想到这个第13页 去看这个内存插槽的信号 就在最底下 在最底下啊 输入13 就跳到13页 然后这里就内存插槽 啊 这个很方便 啊 对 查图啊 干什么的方便 鼠标啊 滚动 上下移动 这个图片 按住康巧键 就是放大缩小 按住康巧键啊 滚动鼠标 就是放大缩小 上面有手型图标 可以移动 啊 对 遇到那种 不懂的东西 比如说这一串英文 你想拿去复制 点这个这个选取工具 这样子 可以复制 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百度里面去搜索 都可以 你不认识的 就这样去复制 知道吧 对 去翻译 好吧 这个比较方便 啊 做备注 啊 呃 有的图子可以下载吗 在论坛下载吗 新制造的是不能下载 对不对 论坛也有一部分图子啊 可以下载下来啊 啊 好 呃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 芯片的内部名称和外部名称 啊 比方说 这个 这个呢 是芯片内部名字 PJVDDP 啊 然后这个K5呢 是它的引脚 啊 是引脚序号 它的引脚序号呢 不是完全呢 以这种123456来排列的 它带了字母 带了这个字母 什么ABAACAF 这个字母的排列 大家知道吗 这不知道怎么排列的 不知道 这也简单说一下啊 比如说我这个是芯片 啊 这个芯片呢 好像是横着 就是ABC 啊 横着好像是数字 1234 忘记了 A B C D E E F G H 没有I哈 J K L M N 没有O 有P 为什么I和O没有呢 I呢 跟数字E有点类似 啊 O呢 跟数字领域有点类似 所以跟数字差不多 那种就没有 O P Q好像也没有 啊 还有R S S好像没有 有T 啊 U好像有 V W 等等啊 我不显那么多了啊 啊 然后数字的话呢 就是12345这样子 然后我们在主板上 它的焊点是什么样的 知道吗 焊点是这样子 哎 我把它挪开一点啊 焊点是这样一排一排的 啊 一排一排的焊点 焊盘上啊 芯片的引脚焊盘呢 它是一排一排的 啊 我不换那么多 我不换那么多 大概是这个意思就行了 啊 这个甲 就是A1 这里就是B1 这边是C1 这样子 明白没有 啊 A1 B1 C1 D1 这样子 底下呢 这一行 第二行呢 就是A2 B2 C2 知道吧 然后A到最后完了之后 字母用完了 字母用完了 就怎么办呢 从头再来 从头再来 就是AAAB 字母用到头 用完了 就AAAB 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边可以 刚刚刚那里会看到有那些 啊 什么AAAB 是吧 AEAF这种 看到没有 就这么来的 好吧 你看 字母用完了 比如说 这是5 这是AAE5 AA4 AA3 对不对 反正就是这个A 肯定是在最后面 一般就是字母用完了 放到最后啊 然后ABC 这样子 啊 这是一个BGA芯片的角位排列 啊 那后面这种 这个叫厂家命名 啊 这些信号叫厂家命名 我们平时 我们平时 记那些持续信号 记那些都 记角位 我们都是记芯片内部的角位 不会去记外部的那些东西 外部的名称 一般记不了那么多 同一个芯片 在不同的定路途中 它的叫法都不一样 好吧 我复制一下 搜索一下 复制这个 什么JVDDP 看这边有没有 能不能搜索出来 能搜索出来 你看 这里是AG11 不同一种 不同一个芯片吧 这是K5 应该是不同一款芯片 我找一个相同芯片的呢 找一个相同芯片的 找个英特尔的 找个英特尔的 比如说我要 我收一下 看一下 收一下这个DMI总线 收一下这个RX这个信号 收到了 相同的一个芯片 它的脚位是一样的 DMI RX 警号0 外部是AS4这个脚位 这里也是一样 RX 警号0 AS4这个脚位 那后面的这个信号名称呢 是厂家命名 不同厂家 叫法不一样 它的是DMI TXN0 然后这里的话呢 是DMI P TX什么H RXN0 这个是不一样的 是吧 厂家命名不同 芯片内部名字 只要是同一个芯片 在哪都是一样的 有没有 同一个芯片 在哪 在任何一个定论图中 内部的引脚名字 是不会变的 只要芯片相同 所以说我们在维修过程中 我们也会经常参考 别人的图子来修 比如说我手上这个板子 没有 手上这个主板 没有定路图 对不对 但是这个芯片 在其他图子中 有采用 有用到 那么我就可以参考 别人的定路图啊 看它的脚位啊 对不对 照着修 一样的 就参考图子 内部名字 只要是型号相同 在哪个定路图中都一样 外部的名字 每一张定路图 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好吧 每一个工程师 都有他自己的命名风格 OK 这个要注意啊 这个叫内部 这个叫厂家命名 内部名称和厂家命名 这个要注意区分 好吧 不要搞乱了 接下来 电路图呢 它是有好几种画法 有汇总画法和分散画法 汇总画法 一般有这个蓝色的线 这个蓝色线呢 它是将同一类信号 画在一起 到另一页再分开 并不是指这些信 这些信号线相连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应该就有这种汇总画法 来这里就有 这种蓝色的就是汇总画法 从MADQ0到最底下 MADQ63 从0到63 他们一共64根线 所以这里做个标记 MADQ 他们都属于MADQ总线 就是内存的数据总线 从0到63 总共64条线 这是它的一个备注 然后这些线呢 它通过这种蓝色线汇总的方式 统一去往了哪里呢 这里有个页面 第13页 这是这几个信号 这一堆的信号 这0到63 这64条线 去往了第13页 统一去往第63页 它不会在每一个信号后面 备注这些东西 它把它汇总在一起 统一备注 明白没有 统一做个这个标注 它不会像那个 它不像这种 对吧 在每一个信号的后面都备注一下 还备注页嘛 它不这样子 那这种呢 叫做分散画法 这种带蓝色线的 这个就叫汇总 这种叫汇总画法 这种蓝色线 统一去往了第13页 那么我们可以去验证一下 复制这个MADQ0 复制搜索 它就去往了 那当前就是第13页 最底下显示第13页的 内存插槽第6脚 这是内存插槽第6脚 好 注意一下 在我们的电路图中 这个信号名字完全相同的 实物中是相连的 比如说这里的第6脚 这个DQ0这个信号 它跟我们这个CPU的S 这个引脚是相通的 因为它的信号名字完全相同 明白没有 记好 在电路图中 信号名称完全相同的 实物中是相连的 哪怕是相差一个字符都不行 要必须完全相同 才表示它是相连的 明白没有 这个要注意一下 有一些元器件 我们前面讲的电脑基础 有些元器件 它会在代表字母前面加一个P 比如说C表示电容 它在C前面加个P PC表示这些供电用在供电电路中 一般用在供电电路中的电容 电阻还有其他芯片 都会带个P P开头 在看电路图的时候 有些带了点交叉 有的带 有的就是交叉之后不带点 只有那种交叉带点的才是相连的 知道不 比如说这个R118这个电阻 它只连到了这边的这个第三条线 第二条线和第一条线是从它身上跨过去 没有相连 有没有没有 带点的才是相交相连的 不带点的是相交不相连 注意啊 那么你用按照去测 这个R118的第二角也只跟这条线相通 跟别的线不相通 好了吧 啊 这里有三个链组连接三条线 分别连在不同的线上面 好吧 啊 这个注意交叉相连和交叉不相连 啊 注意看图 啊 好 还有一些电路图中 啊 你看啊 每一个厂家 广达也好 能保也好 啊 伪创也好 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风格 啊 带着这种特殊符号的呢 表示实物中是不装元件的 啊 实物中不装元件 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广达的 啊 广达的这里带了个新号 带了个NC的 表示R61这个零奥电阻是不装的 那旁边那个R49R53呢是装了的 有没有 呃 带特殊符号的广达是带新号表示不装 看到没有 这里广达带了这种新号的表示不装 啊 我们再看一下能保的啊 能保的话呢 一般它是带了那种at 表示不装 比如说这个零奥电阻打那个at这个符号 它是不装的 对啊 对 能保呢是带at表示不装 伪创呢呢是带dy表示不装 音乐达的是用open表示不装 华硕的呢 有好多种 华硕的我看一下它现在是什么样子不装啊 华硕的 现在可能改了 嗯 华硕的好像也是用at还是用信号 反正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 打Ni的不装吗 不对啊 这里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符号 特意去找就难找 好像是 打Ni的不装吗 它每个都不太一样 换一个华硕的 华硕的有点乱搞这两年 工程师也是老是换 啊 它是绿色符号 也是打at表示不装 啊 对 啊 有的是带了这个什么donald stove等等 啊 精英的看不到 微星的代差表示不装 技嘉的也看不到 三星的现在也修不到了 IBM的也看不到 啊 富士康偶尔能看到 啊 主要记住 广达能保 伪创 音乐达 华硕 记住这几个就可以了 啊 好到杂音啊 好到杂音是那个鸟吗 这吹风枪 啊 啊 把风枪关了 哎呀 对 嗡嗡的响 就在两个在玩风枪 吹吹不知道吹啥东西 还有一个是这个 带了这个short 啊 或者是带了这种 特殊符号 比如说 能保的带at表示不装 但是他又画那条直线 不装要直连的 有没有没有 比如说音乐达的 带了这个openopen 表示不装 但是他又底下画条线直连 表示这个零熬电阻 不装要直连 直连起来省一颗元件 像广达的还有一些东西哈 他会带一个信号 表示不装 然后又写个short short就是要直连的意思 还有这个 带信号不装 又打个s s就是直连的意思 s就是这个short 这个英文的缩写 开头字母 好吧 那么在实物中 不装要直连的是这样的 你看这是尾创的 同皮连在一起 其他厂家的就不知道哈 没太注意 有的直连是一坨锡 再看一下这种 隔离点跳线点 隔离点跳线点 这种隔离点跳线点 这种隔离点跳线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啊 那像这个PJ602 跟旁边的PJ801 他们都是属于跳线点 有的连了吸 有的没有连吸 没有连吸之前 它就是两头断开来的 因为吸连起来 就像是把两头接起来了 这个叫隔离点 如果这个地方有短路 你可以断开这个隔离点 把这个线路上的吸脱干净 脱干净呢 就像这样子两头分开 你看那是前面短路 还是后面短路 方便排查故障 有没有没有 一般会在每一个主供电后面带一个隔离点 当这个供电有问题的时候 短路的时候 或者不产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断开隔离点 看看是前面问题还是后面问题 知道吧 一般的供电上面都会有这种隔离点 各个供电都会带上这个网页 然后在电路图中 你可以看到很多没装的元件 这些没装的元件 在我们的电路图中 它一般是带的什么 带的特殊符号的 带的这种 这种 这种就是表示说 实物中可以不重装元件 坑着就行 就是看上去就是个焊盘 这种空焊盘 没装元件 明白吗 所以不装元件的是厂家出厂就没装 你不要没事给它补一个上去 不关你的事 不要自作多情 你还没那个水准 对不对 还能给它自家添元件 自装添元件 这个玩意 你不用去给它搞 没你的事 下面这个是工厂用的测试点 是带圆点的 有的是带叉叉的 这种是不采用的空脚 好吧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哪一种 像这种 这种带圈的 这种就是空脚 就测试点而已 外面不采用 没有连接任何元件 空脚 还有一种带叉叉的空脚 我看一下啊 带叉带了叉叉叉的空脚 看一下在哪里 在这点 哎 这个没有带叉叉 什么都没有 就是直接空头啊 这种还有花个圆圈 是测试点 这有些什么都没有啊 这个好懒啊 那个是华硕的啊 这个是人宝的 这个人宝的带圈圈呢 表示带圆点的 这个表示测试点 空点 这种带叉叉的也是空点 那么我们平时在维修过程中 遇到这种焊盘掉点的 掉的是空点就没关系 就不用理它 知道吧 BGA焊盘我这就没有 但是有BGA焊盘的话 给它看一下 掉点的 掉空点的那种 不管它 没有影响 好 这个隔离点啊 这种 但吸点 这隔离点 我们就不再过多的描述啊 像伪创的机器 它的隔离点是一块铜皮 这个是断不开的 非要断开 只能拿刀去割 割线路 那割线路就很危险 容易割到中间层 我在维修过程中 我不太建议大家去割电路 割这种铜皮 好吧 下手又的狠的狠 一刀下去就割到两三层 我们这个主板都是七八层的板 有需要工作的师兄吗 私聊你啊 有 昨天那个是谁啊 就有人找工作啊 对吧 群里可能有 招到实地学员 就好生招待 要把它供起来啊 好好的供起来啊 查图方法就这些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 供电接地信号 供电呢 英文叫做Power 缩写为PWR 供电呢 是一个可以输出电流的电压 而且电流还比较大 在工作过程中 这个电压不能够拉高或者拉低 拉低就是短路 对 一般情况下啊 供电给它至高也是不可以的 供电呢 它在电路中 有它自己的符号和名称 常见的名称有Vin Vout Vcc Vdd 带来V开头的多数式供电 那有的还带着特殊名字 比如说Vcccall 这个一般指核心供电 Vtt 通常指总线供电 那AVdd 还有的AD加 AD加呢 是指Adapt 那个四倍器供电 BATT呢 是指那个电池Battery 那个电池供电 后面带着名字的 比如说正五幅 正三幅 这种一般就是五幅或三轮三幅供电 REF 这个是基准电压等等 这个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名字 记好啊 Vtt总线供电也分很多种 有分这个什么前端总线供电啊 内存总线供电等等 内存总线供电就是内存的主供电除以2 就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就是它的总线供电 那英特尔CPU的总线供电是1.0V或1.05V MD的也一般是1.2 供电符号 第一种带圆圈呢 是比较常见的通用符号 第二种带了T字型符号的 这个一般也就三星的跟音乐达的会用到 第三种是IBM的 我们忽略第四种是苹果的专用 带了PP开头的苹果专用 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带了这个圆圈 这个就是供电 对 那些不带圆圈的那些就不是供电 知道吧 在一个电路图里面也要知道怎么就区分供电 像这个带了圆圈又带了电压的 这个就是供电 圆圈就是供电啊 记好啊 这种带圆圈呢 就是供电 再看一下接地 接地的话呢 这个地是给供电构成回路的 也可以叫做负极 供电就是正极 接地就是负极 一个设备 一个芯片 一个电路 直接供电不接地 它是不工作的 没有电流流过设备 接地符号有三种 有三角形的 有这种四条杠的 第三种符号 这个像个耙子 像这种一般笔记本里面遇不到 笔记本里面就是前面两种 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的 就是三角形的 对不对 三角形的这种 那你换成另一个呢 它可能不是三角形 你看 它用这个四条杠表示接地 是吧 好 这个注意哈 这个接地符号 它也没有说 特别的标准 有人说三角形呢 是数字地 那个什么是模拟地 那有一点扯 反正我在电路图中 我是看到它们两种地是混用 没有去分 哪个是固定的数字地 哪个固定模拟地 没有这样去分 注意都是接地就好了 我一切过程中不用分数字地模拟地 因为数字地模拟地 它们在我们电路图中都是连在一起的 不用去区分 好吧 没有什么关系的 不用区分的 都是都是地线 反正 信号 接地就是零啊 对啊 接地是零符啊 可以算接地就是零符 没毛病 好吧 信号 信号呢 它是 要么高电频 要么低电频 它只考虑电压 信号啊 只考虑电压的变化 信号线上面虽然有电 但是它电流很小 随时可以拉高或者是拉低 啊 信号 在电路图中 它有这个三角形这种 尖头的这种标记 啊 这个 键头啊 这个也可以表示信号的流向吧 这个键头吧 你看 这种表示是送给芯片的 送给这里的 啊 对于这个芯片来讲 这个属于输入信号 那这个键头朝外的呢 这个是出去的 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键头的方向一般是表示信号的流向 这个没有画圆圈 也没有画接地符号 它就不是地 也不是供电 所以除了供电和接地 剩下的就是什么 信号 对不对 供电接地信号 那除此以外就是电子元件 看到没有 所以看图就要看这种 啊 知道什么叫信号 知道什么叫元件 知道什么叫供电 知道什么叫接地 懂了没有 两头尖的那种 问得好 那个叫双向通讯 啊 这个叫双向通讯 下面这种尖头 这个单向通讯 啊 OK 好吧 没毛病吧 记好了啊 双向通讯 然后我们的信号线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些信号上面会带来一些特殊符号 比如说带紧号 带新号 带-L 带减号等等 那这种带来特殊符号的这种呢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信号是低电频有效 搭个比方 随便搜一个ON信号啊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ON信号带紧号的 绝对有 哇 这太多了 我加一个警号上去试一下 咦 这不出来了吗 看到没有 比如说这个BT-ON BT-ON呢 这个叫做蓝牙的开启信号 BT是蓝牙 ON是开启 我要开启蓝牙 那你告诉我这个脚要有电还是没电 3.3伏的时候能不能开启 0伏的时候能不能开启 0伏的时候 叫做低电频 带紧号 表示低电频有效 当这个信号为低电频的时候 会开启蓝牙功能 有没有 这个带紧号的低电频有效的哈 就是指它为低的时候才会去开启 高的时候就不开启 这个叫低电频有效 低电频的时候执行英文的意思 信号的意思 比如说下面这个网卡的指示灯 应该是开启网卡指示灯的 它同样要低电频才会去开启 高的时候不开启 是不是 那除了还有一些 那什么off ON 这种哈 bkoff是背光开启 那背光关闭信号 off是关闭的意思 背光关闭 低电频有效 当这个信号为低电时候 就会执行背光关闭动作 去关闭背光 那么为高电频的时候呢 它就开启背光 不关闭 高电频的时候开启 低电频的时候关闭 带着警号就是低电频有效 明白没有 所有的带警号的低电频有效的 我们都要结合英文全程去理解 知道吧 有的有的用减号表示 有的用那个-l表示 有的用减号表示 比如说我们那个升格派的一些机型 它就是用的减号 升格派的哈 比如说这种升格派的 它的这个信号 这个好像 带警号 这个不是那种设计的 不是原厂 原厂设计的 它就不一样 要那种原厂 以前那种IBM 以前那种设计的 这个都还是 创立设计的 那这种前面带着减号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低电频有效 看到没有 上面这几个带着减号的 都是低电频有效的 比如说这个是过温保护信号 当这个信号为高电频的时候 表示不过温 带着减号 就是低电频有效 当这个信号为低的时候 表示过温 这是CPU发出去的 CPU过温指示信号 对 过温 温控 那反正这个就结合英文全程去理解 带着特殊符号的 就是低电频有效 高电频低电频 我们刚刚一直提到 其实高电频低电频 没有一个固定的 段伏是高 段伏是低 高电频用1表示 低电频用0表示 这是二进制 有的时候用H表示高电频 L表示低电频 通常我们在电路中 有电就是高电频 比如说1伏2伏3伏5伏 只要有电就是高电频 0伏就是低电频 是吧 当然这个也是要有比较才有高低 怎么比较呢 两个电压相比 比如说3伏和5伏比 3伏是低电频 5伏是高电频 3伏和0伏比 0伏是低电频 是吧 3伏是高电频 我们电路中 一般说的高电频 都是只剩下3伏高电频 上升延下降延 这个以后讲波形 学示波器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 对 只有相对低电频 相对高电频 不能限定在某个值 有低向高电频是上升 有高向低电频是下降 有高低高电频那种叫脉冲 这个以后讲波形的时候 会用到 现在用不到 再往下看 高阻振 高阻振是不接地 也不接供电 对 高阻振是这样的 好 来 看一下PG PG呢 叫做电源好信号 也叫POWER CODE POWER CODE 就是PG的意思 通常来描述一个供电正常的意思 POWER是供电的意思 POWER GOOD是正常 叫供电正常 这个我们一般把叫电源好信号 简称PG 常见的信号名字 有PG POWER CODE P OK POWER OK 等等 那有些带着特殊名字 比如说VDDPOWER 通常是指总线供电正常 CPUPOWER 是指CPU供电正常 等等 甚至新的还有增加了什么VR READY READY也是准备好的意思 这是新增的 现在新的很多出现的这种READY VR READY 这种信号 也可以把它称之为PG 好吧 常见PG信号的电压值 一般各个供电芯片 在供电正常以后 发出的PG信号 都是3.3V 然后呢 我们乔收到的PG信号 也是3.3V 乔发出去的PG信号 比如说乔发给CPU的 它是1.05V AMD的是1.8 有的1.5V 时钟信号 时钟呢 叫做Clock 收选为CLK 时钟是速度电动中 这个工作的一个必备条件 各个设备相连 需要统一步调的工作 就必须要有个基准时钟 打个比方 我这个是桥 打比方说我这个桥 下面这个是EC 我这边是个网卡 比如说这个是网卡 这个是EC 桥要想和EC通讯 桥会发送一个 LPC总线始终给到他 因为桥跟EC走的就是什么总线 走的就是LPC总线 所以他要跟他通讯 他就会给他一个 33兆或24兆的LPC总线时钟 然后他内部他自己也有一个自己的时钟 就是在这个LPC模块 专门负责跟EC通讯那个模块 他自己还保留了33兆 那么将来EC和桥之间 互相通讯 他有了这个33兆的频率 桥那边也有33兆 EC这也有33兆 那么EC送给他的数据信息 他可以识别 然后桥送给EC的数据信息 EC也能识别 明白没有 就这个意思 然后那个桥要想跟网卡通讯 那么他会给他一个100兆的PCIe总线 因为他走的是PCIe总线 走的PCIe 那桥自己内部负责跟网卡通讯那个模块 他自己内部也有一个100兆 也有一个100兆 然后他们之间才能够正常通讯 明白没有 网卡发出过的数据 他才能识别 他们有相同的频率才能识别 知道意思吗 所以说我们电路上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时钟频率 这个就是为了使相连的设备能够统一步调的工作 能够互相的识别 好 那这里有几个常见的时钟记一下 CPU的主时钟100兆以上 桥的主时钟100兆 P3E总线时钟100兆 桥的SATA时钟 SATA模块吧 负责跟那个硬盘光区通讯的那个SATA 100兆 LPC总线呢 是那个EC和桥通讯的那个模块 LPC总线时钟33兆或24兆 刚刚讲过 6代的以后的CPU多了个24兆的基准 显卡的时钟100兆和27兆精震 网卡也是有25兆精震和100兆PCIe总线时钟 对 RTC时钟33.768 啊等等 DMI总线时钟 这个也是100兆啊等等 时钟信号都是要通过什么 通过试波器去测量的 这里要记住 100兆以上的时钟都是差分时钟 差分时钟就是 它传输一个100兆需要两条线 啊不像这种 LPC总线时钟 它一条线传输33兆就可以了 啊 100兆以下的都是单线传输 一根线就够了 100兆以上的包含100兆在内都是差分时钟 需要两条线传输 两条线每一条线都能测到 100兆 比如说CPU主时钟一个带紧号一个不带紧号 那么它两条线都能测到100兆 维修过程中只要测到其中一条线有时钟 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 啊 那100兆的P3E总线时钟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把之前测的波形找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P3E总线 哎呦 这个是我测量到的100兆P3E总线时钟 其实我们这个CPU主时钟 一个带紧号一个不带紧号两条线同时测也是这样的啊 差分传输就是上面高的时候下面低 下面低的时候 下面高的时候上面低 反正就是对着对着来 知道吧 高低对着来的 这个叫差分传输啊 差分时钟 好 好 再要复位 复位信号 叫做reset 也可以叫重启信号 重置信号 啊 这个信号呢 一般都是带了什么 带了警号的 低电频有效 啊 比如说我们 这个按下重启按钮 也就按下复位按钮 它就会从高 拉低 拉低之后 就重启了 对吧 正常工作过程中 复位信号都是高电频 你拉低就会重启 对吧 正常工作过程中哈 主板正常工作时 复位都是高电频 它虽然是低电频有效 低电频有效 是为低的时候 开始复位 开始重启 所以不能拉低 复位 不能重启 正常工作 它就应该高电频 啊 那么这些复位信号 会在供电正常以后哈 延迟一段时间 由低变高 啊 这个时候延迟高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初始化 在这个过程中哈 在这个保 供电正常后 保持一段时间为低电频 这个时间段 它是在完成初始化 也叫自动复位 啊 啊 这个叫初始化过程 啊 然后在工作过程中 你再次把它拉低 这个电脑就会重启 明白没有 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这个复位呢 它是桥发出去的 如果桥没有发出去 我们就把它叫做无复位 平时说的没复位 是指在复位测试点上 测不到电压 叫做无复位 啊 复位呢 是桥发出去 所以桥这边是源头 啊 常见到复位电压 桥发出去的这种复位 去网的网卡 显卡 EC 插槽等等 这些引脚上面 都是3.3伏 它送给CPU的呢 是1.05伏 这是复位信号啊 像迷你P3 一插槽 22脚 可以直接测到 复位信号 啊 3.3伏 那现在的M2接口 M2接口的52脚 也是复位 这个不是所有的M2接口 52脚都是复位啊 必须要是那种 插无线网卡的那种 M2接口 啊 如果不是插 无线网卡的那种M2接口 你的52脚 不一定是复位 比如说有的M2接口 插了硬盘啊 或者插了其他东西的 那个都不叫 那个52脚 不一定是复位啊 不要搞错了 这个是迷你P3 一插槽 它一边单速 一边双速 下面是13579 数过去 上面是246 80数过去 24脚的旁边就是22 那个就是复位 3.3伏 13脚 11脚 是100兆的 P3 一种线时钟 这是给无线网卡用的 必须插了网卡 才能测得到 啊 所以说在主板上 可以测到时钟 可以测到复位 啊 记住这些固定测试点 开启信号 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过 除了on off以外 那就是en enumber 有的叫short down 这种就是开启信号的常见名称 on off short down en 或者是disable 带警号的是低电频有效的 低电频开启 啊 不带警号的就是高电频开启 反正这些就要结合英文全程去理解 开启 我们把这叫开关信号 反正啊 插网卡不亮机 网卡坏了 啊 要么插错位置了 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里呢 是个温控信号 EU14是个温控芯片 温控芯片 第一角是供电 第六角是接地 二角三角四角五角 是用于检测温度信息的 一般连接到温控元件 连到那些 比如说热敏电阻之类的 啊 二三四五 那么九角十角呢 是连到EC 它会把它检测到的温度信息 实时的通过第九角第十角 告诉EC 啊 然后呢 第八角呢 是温度报警信号 低电频有效 拉低的时候 认为温度过温报警 第七角呢 是消灶档 SYS消灶档 这是过温断电信号 啊 断电信号 就是达到一定温度之后 它会拉低这个引脚 低电频有效 拉低这个引脚 芯片内部把这个引脚拉低 实现整机掉电 所以这个消灶档信号 一般情况下 没有过温 它是个高电频 而且高电频会给到很多 带机芯片 电源芯片的1N角 提供干嘛呢 提供开启 高电频过去给它当开启信号 那么这些电源芯片 得到开启时候 就会正常工作 产生沟入供电 并产生抛锢的PG信号 嗯 就这样子 那么在工作过程中 如果出现过温啊 DPDN这种影脚 检测到有过温 啊 它就会 拉低这个消灶档 拉低消灶档 开启信号 就会被拉低 开启信号 一旦被拉低 就会关闭 供电芯片 就没有供电输出 就会实现整机掉电 啊 就是温控芯片来关机啊 过温之后关机啊 这是一个开启信号 在电路中的一个简单的应用啊 其实还有很多各种开启啊 啊 这个我们以后在分析电路的时候呢 再详细的跟大家讲 好吧 嗯 骗选 叫芯片选择 骗选信号呢 这个只有BIOS才有 一般我们现在看到的八角BIOS 它的第一角就是骗选 叫CS锦 有的叫C1锦 啊 低电频有效 我们要去判断EC 判断CPU 判断桥 有没有读取BIOS 啊 我们都会 测BIOS的第一角 骗选 看看有没有读取动作 有没有波形 波形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样的 低电频有效 就是拉低的时候 正常是高电频啊 看到有没有拉低动作 有拉低就有骗选 知道吧 就是个骗选信号 带警号 低电频有效 拉低一次 骗选一次 读一次 知道吧 有多次骗选 说明他一直在读BIOS 说明读到了很多 只要测到有这样的波形 就发现他们有读程序 啊 好 这是我们的这种 名词解释 好吧 我们后面呢 会有专门的试波器课程 会介绍怎么样用试波器测波形 嗯 行呐 我们这节课的话就上到这里啊